端午节即将到来 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肉粽 要一起团聚团度佳节 不过有许多的独居长者 在这种年节时刻 依旧是孤独一人 因此大安农会连续多年 举办募集爱心粽活动 今年一共捐出1320颗肉粽 给海线八个区的独居长者 希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温暖 将粽叶一打开 就能够马上看见 分量十足的香肠包在粽子里头 阿嬷大口咬下表情相当满足 这个由大安区农会制作的肉粽 其中一大亮点就是 放入自家生产的红酒香肠 光是成本一颗可就高达30多块钱 但这个特制肉粽可没有在贩售 是专门制作要来送给海线八区的独居长者 做包我们的葡萄酒香肠 还有竹笋 还有传统的菜脯 这些肉豆干 爱心肉粽送海线地区八个乡 这一千三百二十颗 本来只有大安区 然后后来扩大到甲安埔 然后现在已经扩大到海线八个区 就从大甲到大肚 分给我们整个海线八个区的华山基金会 然后让我们去在端午节的时候 跟我们的关怀礼一起送给长辈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端午节也不会感觉到孤单 最起码有我们去关心他送给他们东西 这天众人也特别到当地独居长者 牡丹阿嬷的家中举行端午节活动 今年88岁的牡丹阿嬷 丈夫与两个儿子接以离世 女儿们也嫁出去 平时的煮饭家室等生活起居都得靠自己 这天华山基金会也邀请来自清水 大多的长辈一起提前庆端午 热闹气氛让阿嬷是相当开心 吃吃好吃 吃好吃 有鸭鸭香菇 鸡肉 菜鸡的我们吃香 很好吃 谢谢 家人是没有孝心 孙子在那儿 孙子和媳妇 我孝心都走起来 帮我帮我 我不敢吃 我自己煮自己吃 基金会颁发感谢状给农会 肯定他们连续多年举办端午节 募集爱心众的活动 借由各界力量 让独居长者在端午佳节 感受到满满温暖 优优独播 知识